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5章第12节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亲爱的小朋友 今天的经文会让你们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呢 老师想到一个动画卡通叫做绿野仙宗 是一个很著名的经典童话故事 女主角桃乐斯原本无忧无虑的田野生活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给摧毁了 桃乐斯被龙卷风带到一个奇幻的世界里 与他的伙伴开始一场寻找自己的特别旅程 为什么杨老板会想到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像这个故事的主角 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后 每天都在面对新的事情 找寻跟上帝的关系 还有自己被创造的意义 虽然日子有好有坏 也还没有到故事的结局 但很幸运的是耶稣是我们的伙伴 所以我们必然会欢欢喜喜的度过生活 平平安安的被引导 然后到年老之后会有很精彩的回忆 最后大山小山还有田野的树木 都会为我们鼓掌呢 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以赛亚书55章第12节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以赛亚书55章第12节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么小的时候 就有你的陪伴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精彩的一天 希望我们到老了也都不分离 喜乐的度过每一天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